苍蓝爵 东方青苍 音乐异响 没有人可以拒绝东方青苍 酷炫狂拽 B king 但不游泳 这或许就是汉斯同学的一生所求吧 他拥有战无不胜的业果 是全宇宙最强的男人 但却摸得激情 没有人的话 张嘴越赖 从现在起 你是我的 你的命是不用 你的呼吸是不用 你的心跳是不用 你身体里的每一滴血都是不用 他是第一反派越尊 大三观朝政 先是吐槽 天见那些满口仁义造德的伪君子们 按照出身分配资源 然后又接着吐槽 伪君子们用先考进库思想 在仙霞剧里 真的好久都没见过这么清醒的男主了 而且东方青苍最爽的点还在于 只要小兰花受到危险 他必然第一时间赶到 小兰花被反派要挟 他火速现身 小兰花考试为其他仙子围攻欺负 他默默隐身帮忙 小兰花被天界认为是月族的奸细 命悬已现实 他实力乎其 势必荡平水云天 谁敢阻拦本座 本座便荡平水一天 杀光所有人 平实力 碾压所有人的男主 就是爷 当然除了东方青苍本身人设带感 广受青睐之外 王鹤地跟角色的高度适配 也是让更多人的夏天 跟苍蓝爵分不开了 他可以是温柔与霸道并存的东方圆外 还可以是被小兰花附体后 娇翘可爱的贾跃尊 知道了知道了 你与我就俗葬身之地了 你都说过很多次了 也没啥别的愿望 就希望2023王鹤地的演技 一直这么留下去 猎罪图鉴 沈亿还记得最开始 很多人关注到这部剧 不是因为他是谭剑刺主演 而是因为摸骨话皮的好奇 只凭头骨 真的可以画出生贤的样子吗 肖像在古代叫写真 我要做的 就是帮他最后一次告诉世界 他是谁 你到底是谁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尽快确认死者身份 如果有人光凭头骨 就能复衍人脸了吧 那我们应该能找得更快点吧 沈亿 你能不能 除了沈亿过硬的专业 贡情也是他独特的魅力 就拿跟褚英子监狱里的对话 不论是从沈亿的眼神 情绪 还是整个人的状态 都仿佛在告诉对面那个人 我是可以被信任的 是可以理解你的 其次就是温柔 沈亿案里 当所有人都忙着询问情况时 只有沈亿把小猫带给了沈亿 明明就是想用猫来安抚他的情趣 但说的却是 他自己在家无聊 能陪陪他吗 当提到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时候 沈亿又会立刻对沈亿说 他陌生吗 他是你喜欢的人 对你来说 一定不是陌生的吧 救命 沈亿简直就像黑暗里的一束光 用最温柔的话 抚平别人的心 所以导演 第二集 搞快点啦 说到底 这么优秀细腻的沈亿 自然更是离不开 谭剑刺过瘾的演技 还有他帅气的颜值 别管了 都2023了 我还能循环 见回一整年 除了以上几位 那还有一些 虽然人设可能不够完美 但确实因为 演员本身无限的魅力 成功出圈了 就比如七月无垒的林不宜 六月沉晓的顾千帆 当然别忘了 还有默默守护的张万森呢 张万森 下雪了 你还好吗 我好想你 好了 最后希望2023 各位男演员们 再接再厉 广大网友的幸福 可就掌握在你们手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拜拜啦